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第二节 今次先说一下欧洲赛事 欧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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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说一下巴黎 我只说两三句 巴黎是最终和的 巴黎在那边 已经是气到爆炸 已经是输了两场球 没什么所谓 李王赛事 因为李王今年都跌了很多 自从没了法基尔之后 所以我觉得 如果巴黎都留下来打这场 英超 你的车子也上回第八 第七 他在这里还可以争取一下 所以我觉得巴黎始终会比较高 每场所数 例如星期二晚 王马就完成了 罗夫斯堡都觉得 罗夫斯堡都觉得搞定 最多和的 然后 辛莉德 辛莉德 一半一半的机会反给到 新闻的主场也不错 而且今年打欧洲赛事表现也挺好 上次输了1比0 而且是没好未断才输 都是拿了红牌才输 但欧洲赛事实际上 我真的要记得大家留意欧洲赛事 欧洲赛事实际上是好 你感觉会新鲜一点 我未说 我未说 车路士是BFC 我个人认为 车路士近期不太合理 这场球赛事是赢得的 是赢得的 我會覺得最起碼是他和 但是我會更大覺得他會贏 所以你會覺得PSG這麼大機會可以出道 其實都很危險 因為2比1作為主場 贏2比1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你比較一下,現在他說上回力而已 你覺得比上年來講 是不是一樣的水平呢? 很難說,他上場這樣也能夠2比1 真的很實力,所以上場沒理由2比1 算是他應該輸了3比0 但是他最後出道來真的就打了2比1出來 所以車路士,有時候在希丁克戴著 你看到這幾場車路士 他自己的表現 比如你之前就... 杯賽方面,我覺得他應該會打足他給你的 但是聯賽他還會休息一下 尤其是他這場聯賽很快 就是入了球 一開球剛剛收了多了堅尼地就搞定了 但是這一場在座,相信對著PSG 先打一個守勢球 等有機會打一個突擊 就拿一球 相信就如山竹 不是啊,我的資訊業就是 我不看到他可以守到巴黎的 因為巴黎就是那些很會破死手的球隊 但是我覺得巴黎 儘管他在國內聯賽大開了 但是這其實也是他的優勢 同時都是他的不好的地方 你始終拉開了 其實他竟然沒有很多 給他訓練球員 有很好的狀態 甚至是很經常處於一個備戰狀態 沒有這個感覺 其實那些球員甚至打得更差 這個好像哥迪奧娜前竟然也有試過 剛剛第一年去到巴仁 他都說 他最後那一季完了 就說 早知道不要這麼早拿得甲 因為他拿得甲 那些球員開始覺得得甲賽事 因為他三月多拿了 但是如果你說巴黎 我覺得巴黎那些人一開始都是打算有走賽 發甲那邊你也不會怎麼理 是的 希望可能真的是這樣 因為巴黎都是小數 有機會跟巴塞一刻球隊 就希望他出道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 我總覺得他跟巴塞做的距離 就是他中間方面的防守能力 都是鬥功的了 對於巴塞也不能守 再好的防守也沒有用 你現在看得到 但是也要有一點防守也好 他現在吉塔古斯只是一個 你留意一下 戴路醫師就算在發甲局的防守能力也很差 我覺得可能會用馬昆路斯 馬昆路斯真的OK了 但馬昆路斯怎麼會放右閘 他現在又不出Aurea 是啊 要不然他出Aurea 我覺得很厲害 巴黎應該會更厲害 有很多 一班球 可能再升 有Aurea 因為Aurea 我之前也說過 非常之有體能 也有速度 還有技術的一個集位球員 非常之恐怖來形容 其實這個球員真的很強 上季就借去巴黎 打得很好 然後就買了 就是這樣 其實Aurea很厲害 這個球員 但跟巴黎是罵了 所以這場球位 短期內也不會看到他 相信 對 看哪一隊 都這麼幸運 所以歐聯 最主要是想說歐霸 因為我們上集節目 錄的時候他還沒抽籤 現在就抽過籤 諾仔上集還說 千... 都是二次抽巴黎 布拉格那些就算了 今天就終於糟糕了 真的糟糕 那就說一說 這些就... 他上集說 阿仙奴那些就抽多夢得 不是... 阿仙奴 對利物浦也有很多發生的 猜不到原來真的... 我們看漏了 Overload了這場這麼經典 那講一講 十六強的球隊 那分別就是 利物浦會對著曼聯 斯巴達就會對著拉素 多蒙達就會對著熱刺 費倫巴茲就會對著布拉格 另外就... 斯巴達就會對著安德烈刺 然後就巴茲爾會對著西維爾 維拉利爾會對著利物浦順 還有畢爾巴茲對著華倫西亞 斯巴達就不太熟 西維爾都覺得就... 你作客那場可以買他輸或者沒有 因為西維爾的作客真的超級差 但是就... 始終他歐霸表現比打聯賽好 不是... 哪裏作客都差的 只限主場會很厲害 可能主場回來就3-0 4-0 但是作客真的差一點 沒錯 而且巴茲爾始終不算很遠 畢爾巴茲就是聯賽來的 其實也是這樣打的 但是畢爾巴茲就過了聯賽 就贏了他三球 但是不知道華倫是不是流力 不過都引他來說是有得打的 畢爾巴茲也是靠阿杜利斯 上個週中有Hit Track Hit Track 神經病 不過35歲人呢 可以入到17球 做一些... 例如米紀聖河西 其實一堆都有級賽球員 來的 那... 是的... 作客都贏了三球 那場球 還有... 路門有伊拉素斯 前面有迪馬高斯 甚至是... 中場的賓拿子 還有... 好像說是利物鋪想要的 Williams 都是西班牙宇有一隻新星 沒錯 Williams 剛剛出... 都是金怪才火起 爆出來 是的... 還有... 前馬... 前馬... 前馬體的中場 路爾加西亞 都入過國家隊 不錯 那其實這一場就... 我覺得其實這一場 真的幾是... 一個很明顯的較量 而且... 好像很多人都很想要的拿破滴 那其實這一場就... 以今個星期四來講 大家打算晚上起床看球 其實這個時間很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這麼多場 賽事都是1點開球 但是... 但是... 同時間都還有很多其他的 你自己想 或是你對利滑鼓勢應該都是好看的 所以... 利滑鼓勢有很多 所以... 1點的時間 就是大家想一想 究竟看多蒙特對... 熱次啊 還是利物鋪對曼聯 不是多蒙特對熱次 是2點 利物鋪對曼聯 都是4點的 不是1點啊 不是嗎 我這裡看是4點 可能我那裡錯了 這麼奇怪 怎麼都會錯到的 利物鋪就... 利物鋪的派國太多好的 雖然那場賽比賽賽輸了 但是... 你打到12馬也算是這樣 算是這樣 其實我一打12馬就知道 應該算了 那個派國是米露列 不是 重點是 他多英格蘭球員 是啊 就是你見他找誰 就知道 那東西 啊 對啊 有這個點 不用救啊 這場派國全部都不是英格蘭的 對 同門都卡...卡... 卡白玮 可能是想到這件事 當然了 英格蘭球42馬出名 很差的 是不是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就... 低能的 你不用理會 這些毫無數字 跟數據 但是大家是... 不是啊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應該真的真的很差 啊 另外普拉專長對著曼聯 那就... 還有很多都近期有inbox我 就說馬聯沒問題啦 對著利物浦入八強了 因為雲高爾這麼久兩年都雙殺利物浦 這次都不例外 但我覺得利物浦是進步中的 我不懂得說 利物浦覺得整個表現是進步中的 馬聯今年打強隊或上游隊 利物浦都classified了強隊 絕對都覺得他是強隊 馬聯對著他我覺得會發揮他對強隊應有的運數 我覺得外國兩回合就很難說 兩回合就真的要看主場的狀況是怎樣 都是難猜的 因為兩隊都很飄忽的 譬如斯巴達隊拉數 我明顯會稱先拉數 多夢特隊以次我就會稱先多夢特 55對45 我不知為何 不要裝不少 起碼都65對35 沒那麼差不遠 超差的 你輸給韋斯走 你輸給韋斯走 霍蘭巴士就會對著布拉格 不懂得說 我就想霍蘭巴士出線 再抽到萬年 你這個概率也挺低 你要萬年出線 霍蘭巴士又有雲佩斯又有難尾 即是歐巴的新達蘭 歐巴士 這個名字很壞 接著另一場 沙達會對著安德烈治 我就會覺得沙達機會大 青鮮很多 沙達始終是歐聯98 安德烈治始終是退色了 巴素爾主場對著 沙達爾就不用多說了 沙達爾就一定是青鮮 或者利爾我也會青鮮很多 因為你說他真的退得很厲害 對 你猜想說我寧願 我是他 我會寧願專心聯賽 或者利爾就那邊第四擊很穩 對 所以就沒問題 但是就 你猜想這邊其實是很不穩陣的 不是很不穩陣 現在是排第七 那你只是高穩一分 那跟第四相差四分 那你絕對需要追 急起直追 所以就 對 所以就說 所以剛剛的預測可能去到 所以真的很便宜 但是你計算剛剛的預測去到八強 都還有三隊西甲 對 應該怎麼都有三隊 其實西甲真的很強的 那個實力 所以那個歐洲賽都已經 歐聯那邊都已經 我當出了兩隊 那 歐戰 大概說了 因為主要留威時間 當然是講應招 我們先回覆一下 對 因為我們的節目 是上個星期六 錄出的 所以其實 那時候 不是你可以分隊講 分隊講比較容易 分隊講 好 因為現在不是分隊講很久 我覺得 李斯特成就 一被人很驚險的 贏了位置之後 就失了分給西方 就以為 出事了 誰知道 不要緊 大家一起出事 大家都不是很有心 如果是英超 開聲 你說 你們說 我肯定幫大家拿了他 熱刺 2比1 那場 那場 2比1 夜主 史雲燒都很浪費力氣 很危險啊 到最後 對著 強盾殺手 在韋斯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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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完這場 最會想到那場 倫敦打比 是很辛苦 那個賽程 他自己打出來打得差 其實證明了史雲燒是有料到的 憑著阿仙奴 不是 史雲燒都很黑阿仙奴 史雲燒都很黑阿仙奴 也是黑的 但熱刺對史雲燒那場 最特別就是 史雲燒入了 上半場就入了球球 所以上半場就輸了一球 但是 那球球也入得挺幸運的 其實就是一個射門 射馬 就散到史雲燒另一個球員 那個球員 就變得沒力 就敵一下敵一下 但是就向前敵 敵到另一個球員面前 就射入了 對 完全沒得球 這麼有運氣的球 就沒得說了 但是就 很不值得 不過熱刺今年的反級次數多 好像有什麼反級次數 落後之下得分得了17分 是最厲害的 阿仙奴就比較少 阿仙奴主要是贏的時候 會輸回的人 順風波很厲害阿仙奴 但是翼風波不是很厲害 今年看來也挺像 那 你說萬聯那一場已經很離譜了 那些防守又不騙人 對 再說萬聯那一場 就算到阿仙奴 相信 阿仙奴 先輸給萬聯的3比2 再輸給史雲燒2比1 再輸給史雲燒2比1 至少要和 其實和也很大 萬一你史雲燒2比4 你拉開了8分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防守那邊太多出錯了 這兩場都是 防守也是一般的 但是 你高藍絲那些 又長期打不出水準 然後 那些什麼 金寶又不多出口 金寶出來的時候 就看得很好 他打不覺得金寶很毒食 出到來 打小雲屍 打小雲屍 對 金寶是打小雲屍會場OK的 無端又換走了 然後 前場已經沒有什麼 進攻的版本 還有基奧特那些 都說了很多次 你叫做真的 真的不可以靠那個 其實都 不是 這個我就跟你爭拗一下 我覺得 基奧特是不是真的不差 我說不是 不是 基奧特是不差 但是不會是最頂級的 但是老實說 你阿仙奴這個球隊 我覺得基奧特跟他的配搭剛剛好 因為阿仙奴絕對 大家不會認為他是歐洲最強的幾隊 最強的幾隊 一定是黃巴拜 但是 阿仙奴這個可能 因為我當那些叫做最一線 我們這樣評 我當阿仙奴是二線球隊 因為隨時三線就可能是落到 利物浦那些就叫三線 你要去那個坊 好像有人是阿仙奴球隊 那個名字 不是我知道 但我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就當最厲害 第一 我就說一線球隊 是四隊 黃巴拜加上PSG 沒有了 我們一線只有這四隊 那大家絕對會認為 英超沒什麼邊隊 直接上去跟這四隊比 大家都會認同 是不是 我覺得黃黃的話 我覺得黃現在就比PSG差一點 你問我 但是 始終 那個混口 這個 底子 沒有問題的 但是 二線 可能會 阿仙奴 車路士這個 會放到二線 所以問題是 阿仙奴這個球隊 老實說 我覺得基奧特 是否這麼差的前鋒 絕對不是 其實基奧特 在這個球壇裡面 我覺得是一線尾的前鋒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他在門前打力打 會經常說 空洞射不進 老實說 空洞射不進 這是很正常的 不是 他的問題是關鍵 時刻才進 是 但問題是 其實他很多時候 都進到很多漂亮的球 基奧特 近這幾場 其實他 其實他上一次 不是 我覺得上半季是OK的 上半季 阿仙奴還在說 有針比希望的 那時候是不錯的 基本上 平方幾場都交老伙 但是 他開始狀態 滑落的感覺 是一月中開始 那時候 開始已經很少進步了 但問題是 再留我 我問一下 假如不出基奧特 是誰呢 所以我們一開始 不是說了 為什麼他不買多一個 其實他人腳 老實說 可以打他 打前鋒的球 比如和國特 委迫克又在 不是委迫克就 跟基奧特差不多 你始終那些 不是first class 都不明白 就是和萬成的阿古露比 或者可能和華迪比 已經差一點了 對了 這就是我想說的 就是我喜歡 到的評審 其實問題 最主要是什麼 就是在後備的級數 都不足夠 其實委迫克有沒有 你必要買回來 不是 你進了李斯達成 那球之後 就沒有人覺得 那你又幾千萬 就是二千萬 買回來進一球 大哥 那球很重要 大哥 你試試那球不進 你現在還死 你還說什麼 說什麼真表 但文人 至於委迫克 其實是否值得 用二千幾萬去買 委迫克一個球員 他也覺得是一千六百萬 可能要回本土球員 可能這樣想 但是 假如不是想不到球員 我們不想這件事情 其實你知道這幾萬 是否應該留下 可能儲多年 拿這筆錢 再大一點的時候 買個好一點的 我相信這個大家會同意 問題是市場好的 真的好欠缺 你問我 你說 就算前陣子 在夏天傳位 拿卡薩迪 其實他跟Gail 一樣 你不可以保證 他一定比Gail還好 對 就算萬聯 都買了一個 何夾神射手 雖然很難說 有時候 看其他聯賽 都定得到 但是問題是 在於有否可能 買一些現成 已經入了很多球 前鋒來 那些泵馬 那些也很難 那些泵馬 那些也很難 其實是否試過呢 就算說希古欣 我都不覺得可以 希古欣 也是在關鍵時刻 會出事 的女人 他改變不了 阿詩奴這隊 不過去到關鍵時刻 會出事 始終是有這個雜性 希古欣 是關鍵時刻 就敗家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吸收 希古欣應該是高 至少 但是還是少 但是 他關鍵時刻 敗家 你問我最適合的 就是我這裡 那個基士民 那個就真的會 把握力 無論如何都好 基士民就真的OK 或者甚至 民宿基士會不會好些 都可以 至少他有 關鍵氣質 他拿過 是 所以問題就是 阿詩奴 最主要不是真的 買一個好的基督 很多 因為我相信市場上 沒有幾個好的基督 很多 譬如索爾雷斯 美斯 馬古勞 這些是買不到的 問題在於 你錢錢 但是 最終我相信 就是要給基督特 有一個競爭 儘管 民家經濟精神 不會使用和國特打前面 但是大家會明白 和國特打前面 已經知道 其實他跟基督特 差很遠的 表現出來 所以儘管有時候 他會入球 但是他整場 整場表現的控球 推球其實都有問題 所以你也同意 是 和國特的表現真的 和國仔這陣子都被不少 球迷 問候 都是這幾場的罪人之一 對 就是 最主要就是 和國特的問題 就是在於 根本他自己都不穩定 但是又被他打正選 當然就是 混家不知怎樣 混家也是想 跟基督特有競爭 但是基督特 他也有看長球的 這個球員哪有競爭到 你正如買我 買我樂仔去踢 找一場 前鋒我打 他打到一批東西 基督特不會覺得 糟了 他會不會跟我競爭 因為他根本覺得都不急 所以基督特也有這個盤算 和想法在 我覺得是 你找 下次再找前鋒 就真的找些南美洲那邊 可能 南美洲那些可能 比較有個入球 本能就沒那麼差 唉 不過現在市場真的找不到些什麼 很好 這也是慘的 市中市場 前鋒是出得少的 日鋒出很多 他真的不太夠人搶 他可能真的要撿一些 看上去沒有那麼好的 就突然爆到 類似亨利那些 你要找到一個那些 但是 雲家在他餘下的時間 有沒有可能找到另一個亨利呢 或者另一個柏金呢 我覺得就 柏金我覺得找到了 奧斯爾其實今年打得很好 奧斯爾今年打得很好 奧斯爾今年打得 怎樣呢 我會說的就是 奧斯爾今年有個很明顯的毛病 就是 每逢大賽他就失準 是啊 很隱形的 他一道大賽 譬如那一場 這一場對曼聯 已經可以隱形了 你會同意 這場不算隱形 打曼聯也算隱形 就算這場不算隱形 一入球一助攻還隱形 你還想怎樣 他助攻那一下 都不是很關閃 那球斬死球 是他斬的 斬死球 我發現今年很多奧斯爾的助攻 是斬死球 所以 喂 斬死球是一種才 你知道嗎 高基那年 助攻十三個 有五六球是斬的 斬進去 就是這樣 我不說這場了 你也會認同 李蘇斯爾是隱形的 但他最後 關鍵時 交了 他就是交了 智政那個球的助攻 但他的助攻也是斬死球 喂 都說了 那你不可以其實 那你不可以 其實 斬死球很重要 你特別 強強對碰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靠死球的 我不知道 但問題是 他經常在走動的時候 譬如說運動戰 不說死球 運動戰 他的表現真的挺隱形的 無論進攻防守 你也不可以看到他出現 運動戰好像打小過一樣 不是大問題 阿仙奴那些運動戰 只是相對 怎麼說 以前 即是上半季那時候 那些 所謂打藥隊 那時候 相對上比較 用意 不是怎麼說 相對上是穩陣些 會贏到 那時候大家就沒有什麼 留意的了 不是 其實奧斯 會不會都 唉 我覺得始終他真的不穩定 但這場球 對著萬元賽事 其實 算齊事 反而是 打得比較好一點的一個 對 那就是 明顯是 那個狀態又好一點 而且左邊 他對著對方的 右閘球員 是完全沒有 對面一動都沒有 只不過中間傳到中間又好 射不又好 都拿不到任何好處 所以令到 開賽時間 就進不了球 那才被萬元進了一球 那很舒服 那在短時間內 那其實 老實說 但是 他生成事都沒有什麼狀態 你說這幾場 是 但是我覺得這場 對萬元這場 反而是打得很好的一場 我個人認為 但是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全勝的 也是 今年我覺得 都難一點 今季未必會再見到他全勝 可能真的要今年 暑假再讓他休息 明年就有 我這麼想 希望是 但是今年暑假 你是不是以為 沒有南美國家保有 2人16 2人16 繼續玩 糟了 真的 他真的很慘 唉 不是 你親自還可以威風 很快威風 真的 還有 這一場 其實我有個位置 想criticize這個 運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多地方可以criticize 你不要太煩 你不要太煩 問題是 運家在72分鐘的時候 對方剛好是3比2 剛剛追到1球 69分鐘 奧斯追回1球 3比2 其實就很大機會 喂 直至一輩子有沒有去追和呢 運家就做了一個調動 他就換走了高機 換入了艾蘭美 不是這個 不知道換來做什麼 放鬆還是放鬆 我當時看一看 我看了電視 怎麼搞錯 換什麼 沒有不明白這個意義在哪裏 我們不熟悉 起碼不是我們 我 我不熟悉 但有所知他是一個防中 是 一定是 剛初買回來就是打算 他不會出隊 原來不是防中 是前鋒 沒有啊 結果都不是啊 他真的是一個防中 對 如果打算換多個 他還要差一點 可能打少一個 我看他拿球 會不會他有些特別 厲害的派把人力 沒有 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祖爾金寶 對 又不是出隊 當時會說一說 後備裡面做的誰呢 有祖爾金寶在那裏 有艾和比 就是伊和比 伊和比我都當他是沒什麼大賽 可能緊張 但是祖爾金寶在那裏 為什麼不換祖爾金寶出來試一試 反正你都是想換人 那你想換高機連 說定收起個防中 第七個防中你換回防中 就是他嫌什麼 他應該在嫌高機連 高機連啊 你的防守不夠 我們換個防守又來 防守好一點 蛤? 你剛剛追回3比2 你當然換個最終球 就是打多球吧 對嗎 至於估計都應該這樣想 很正常的想法 除非 雲家想到3比2就足夠了 或者你真的很想回去第四個位 雖然我也不想抽 你不要 我們現在認真 也不想抽 但是重點就是 我根本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即是 就算說1比2小雲獅 那場也是 為什麼會換走一個入球 還有威脅的人 是想不到 那裡我已經不說 先說這一場 這場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即是很多 即是這些 這兩場也算是很關鍵的球 最關鍵我相信都是對曼聯 你始終是打 不是 但是你打完曼聯之後 贏回史雲斯 是很關鍵的 我覺得 對曼聯最關鍵就是 其實他們還在爭前四 尤其是過了這兩輪 現在曼聯同的分數 真的差了四分 我根本覺得阿車後 還有點也有第四 始終這個Squad的完整度 比曼聯要高 我覺得是 但是曼聯在為何要創造 一個危機給自己 不只 你對曼聯 這麼多年來 都算是一個死敵 你贏了他 或者這場打得好 其實對於自己的士氣 有很大的影響 是不是 大家都會同意 對著強隊 對著縮敵 贏球 那個士氣的增進是很多的 但是這場打得好 為什麼 你想守和 他又不是在和 但是他想著不明白他想做什麼 他有沒有艾蘭尼出來 還是發現艾蘭尼有他特殊的進攻能力 我出來我看到 他72分鐘進來 去到賽事96分鐘 我都感覺不到他有什麼進攻能力 那阿仙奴就差不多 差不多插夠了 那你 我不是插阿仙奴 我覺得阿仙奴其實是 俊哥我捧一遍 但是老實說 就是阿仙奴 就是我們 我抽一場客觀說 這場幫他的確是有問題 雲家的調動 是 那是不明白他做什麼 不說這場了 說回他對屎還是屎那場 都是要罵 網上的人都罵到七彩了 他都不重複他罵過的事情 很多人說什麼換走 很多人說什麼換走金寶 那時候已經爆了粗 對 但是我都不說了 這些事情我都不說了 有 因為大家說得多了 不說了 問題在於 他的陣容來說 他是不是想留力呢 嗯 唉 我又不明白他在想 不是打這場應該要贏的 就是聯賽是每一分都重要 你打這場一定是這三分 是一定要拿的 是啊 還有最主要就是 其實 繼續出回 其實他整個陣容 和上一場 對著 曼聯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了 是換了主要金寶 是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換走 唉 那都不理了 問題就是 還有今次出回 基努達打前鋒 只有兩個調動 他是不是 他有沒有想著留力呢 就是他沒有的 他想著贏 這場 所以就說 都是Hurt的 雖然 出到來就沒有這個決心 就是我盡那天熱智球迷 大家不要經常覺得 熱智和阿西歐一定有很大陣 其實我不是真的覺得 這麼大的問題 就是 趙華咬大 老實真的看一場球 阿西歐的確 是不太明白 雲家在想什麼 還有後防 都是繼續 我覺得 自從 是 高斯利傷了之後 後防都是差很多 用回梅迪萨卡 梅迪萨卡 都已經幾個實 加一比二 又不是真的那麼好 也偶有犯錯 藍絲又是 不知道你做什麼 藍絲其實都ok的 都算交到貨的 譬如他交給金寶那球 是嗎 這一場 金寶那球 是山齊時交 是山齊時交 因為那個球交得很漂亮 看錯 還是藍絲 但是 藍絲其實我覺得 就 你不出藍絲 去出哪一個 你都沒選擇 很多人出發明利 也就是發明利 也就是發明利 又發明利 你發明利 就算我剛才說了 廢明利 不是 廢明利 不是廢明利 不是廢明利 其實那一場 譬如上一場對曼琳 的時候 他換高基尼 我寧願他換廢明利 廢明利 他起碼有進攻能力 大家都 有些 雖然運好像很容易運 但是不是 有時候真的有運 就不一樣 但是他有入球運 固然你的防守 不會有減逆到很多 同時你有加強的進攻 但阿蘭明利 就沒有這個感覺了 所以我不明白 大家都拿出場 輸球來打倫敦打鼻 熱次主場的 是 但是阿仙奴就 兩年敗 熱次就 六年勝之後 首次敗陣作客 輸了一場 倫敦打鼻 我覺得兩隊都很累 因為周勇那場也是要 其實熱次都有點更悶 譬如 左右兩閘 就上場 兩個國家老師 這場用回查比亞 和大維斯 阿仙奴最慘的是 沒有了獅子 不知道用回老師 賓拿會不會 也可能是 而且熱次其實這邊 熱次這邊 也有些好消息 跟熱次球迷講一講 或者 跟球迷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 中場方面 其實這幾場 不過我覺得打得這麼吃力 最主要原因就是 沒有單比利這個球員 其實他作為一個中場的大佬 比較老的強尼 我這裡看就 單比利是Dolfo 不知道能不能出 昨天有報道說 就說 Poletino好像說 應該會出到 那就會有很多的 單比利今年 對 而且這場球 對著維斯文雲賽事 要留意的就是 正選陣容 沒有放在迪利艾利 和孫興文的 嗯 當然 當然 現在這一隊熱次 當然我們今年看過 打得最好的熱次 就是 又有單比利 又有艾利 就是打得最好 說起艾利 我也說一下 艾利是 倫敦最佳的年青球員 剛剛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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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獲獎了 但絕對實至名貴 今年選最佳年青球員 相信他都不以之選 對嗎 對 都絕對同意 熱次 那你沒理由 第一隊 暫時 在黑浪第二 可能打完這場之後 掉下去第三隊 的球隊 是不是 那你問題 打得最好的 就是年青球員 那你 譬如你說 就算輸了 得色球差也贏 就算輸了也不會 就算輸了也得色球差也贏 阿仙奴很多 可能大敗 那你會輸10比0 是不是 輸 輸 輸5球 輸6球也足夠 很難說 這場賽事誰可以猜 所以問題就是 在於熱次 究竟 這場賽事能否贏 這場賽事 假如熱次贏不到 我可以這樣說 和賭可以嗎 和賭可以嗎 和賭可以接受嗎 不是說接不接受 老實說 用數字的分析 這場賽事 熱次假如輸了 自然就跟阿仙奴同分 這場賽事 我已經不管了 他增標了 萬成 打小場就47分 當他贏了 那兩場 一場應該贏得 打維拉 是 但當他贏了兩場 他就會去到53分 而熱次 阿仙奴就54分 但萬尼也有47分 可能他贏了 然後西波羅安賽事就50分 其實這四隊 韋斯岩其實46分 他贏了之後 可能有49分 其實真的差很少 熱次和阿仙奴的前四位 隨時很不穩陣 這場賽事 以熱次的角度來說 這場賽事是 這場賽事輸了 隨時前四都沒有 我又不覺得最後會沒有 那問題在數字上 有很大的可能 有一次 還要再對萬聯 還要再對車路士 還要再對利物浦 但是萬聯 都不是說 那個賽事 真的 遇上中那麼輕鬆 你問我 那倒是 那萬聯 都未必會覺得 他可以一直贏完之後的賽事 或者可以贏得到 上場對王福特 其實也不是打得很好 是王福特 效過罰球 是王福特自己浪費太多機會 都是靠敵機 我覺得始終那些表現 沒有那麼穩定的球隊 我覺得最後 是不會覺得熱次 因為熱次 今年勝序就是穩定性高了很多 這個也是的 也希望可以保持到季尾 但是 阿仙奴這一場賽事 熱次了阿仙奴 老實說 你看過往的往績 阿仙奴就黑了很多次 但是這幾年 好像天奴大 就開始那個 沒有那麼明顯 天奴今年才是第二年 其實他上次主場對著 阿仙奴就贏2比1 所以就 很難說 因為你跟往績看起來 熱次座 很多人的Underdog 對著阿仙奴 阿仙奴也是擺神 因為阿仙奴今年 一定擺神 不然這邊就是食物中毒 阿仙奴今年 今年的中柱次數是全英超最多 真的 但是射門次數熱次是最多的 原來 我前面看過這個數據 我覺得都是 熱次 我覺得 我會看高一點 如果主場 因為我建議 像上年 阿仙奴其實打得不差 其實應該是值得贏的 那一場 其實應該是值得贏的 那一場 其實應該是值得贏的 我覺得就是 還有你最近的狀態 就算是輸比韋斯瀚 都不覺得狀態好多 最重要是出人 不要再讓我見到嘉義獲家 丹尼老師 但是應該相信 就會正選出嘉義獲家 踏著丹尼老師 老實說 有些人會經常覺得 這個 是不是 這兩個 老實說 我會這樣說 作為前鋒利 應該說 進攻的時候 出賓戴維斯 踏著查比亞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兩個都進攻力很強 還有賓戴維斯 你不要以為他好像 他防守勁一點 其實不是 他進攻都非常之強 但是查比亞就是得進攻 但我們就 圍內的人 所謂叫他 就叫他脆皮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一撞就散了 作為一個集位球員 其實查比亞 其實你主場應該要主攻 對著阿仙奴來說 但是我感覺到他 故意 周中出查比亞 踏著戴維斯 就是想留力 對 所以我相信這次有幾個機會 還有 那次對著 曼城 其實戴維斯是有課交的 對 就是 起碼被拼了十二碼 譬如儘管上場 對 小羽絲也由他入二 給一個球 反勝入球 還有我覺得 熱刺利 就算說韋斯林那一場 其實他 不是說真的打得差很多 創造的機會 對 還有韋斯林真的要讚的 比例就是 他是突然之間改了打法 嗯 他這場球 是不打那麼技術流 反而高球 就搞定了 他打到強隊都差不多 就是 手在 會很穩陣地去防守 上場對新特蘭就不是這樣的 是猜的 所以 我有談 他比較可以自由轉換 因為你如果要強攻 你阿皮爾就強攻是可以的 是啊 所以 他寧願就玩高球調 阿美利基 撞撞撞撞 安東尼也是一個非常有新衛的球員 中間你做了一些奧比安 全部都在道 譬如蘭仙利皮爾 就是有技術流的球員 那麼 對了 還有弓兵的 魯寶 這些都絕對在這裏 甚至中間有高尼迪 躲著好球員 其實都非常穩陣的 左邊了基士衛 也有進攻力非常強的 集位球員 明明是打高球 和你進攻的 所以二次就很快的 失了球的情況下 那就 糟糕了 很難追得翻 你見 萬成啊 二次這些 都算是攻擊 英超來講 那些比較高的球員 但是對著他也是追不翻 對著 韋三是韋三是很硬的 對球 是 很實 萬成我就覺得 唉 所以就 這一場 相信就今個星期是苗頭大戰的 熱次對二次 也除了是 不倫敦打比之外 甚至今年 就成為了爭標的 賽事 因為之前就沒有爭標 熱次比較爭標 但今年熱次就 僥倖有份 加入爭標的行列 那就 透唱 那就相信大家都會看這場賽事 那 萬成就 我覺得會開始 步入正軌的 你問我 因為他 播完場賽 本決賽要休息一休息 那你之後的對手 那些什麼 是 我突然對著阿斯東維拉 他隨時會出回 好像FA級的陣容 那些陣容 諾益至維拉 那 你就算說有場歐聯後果 但是他也贏很多 最關鍵都是 7月21號的萬事打比 你問我 我也同意 但是主場我就會看高一點 還有萬聯始終 怎麼說 他對著萬成 這幾年都沒有課交 就是 那 還有萬成 那些人就會想 派堅尼會不會 去打聯賽 因為 沒有前四 那就正 黑死 那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不是我真的不覺得 去打 那你難道聯賽杯那場 但是我覺得他會放棄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他會把實力放棄到杯賽裡 但是他杯賽贏了 你不會 希望這隊會贏到歐聯的 對不對 很難說 你想想 現在他都說歐聯 他現在對著那隊 幾乎 沒問題 但是如果去到八強 他有能力贏的對手 我覺得只有和夫師傅和根德 和夫師傅和北斐加辛利特 那些 假如真的抽到這兩隊 他能夠進入四強 大四強 你不是就撞到 黃巴斐加 當然撞到車路士 或者PSG 我的問題都不大 我覺得撞到PSG是輸的 你問我 我覺得PSG是 講人腳都比萬成 但是 很奇怪啊 PSG 人腳很大 打出來好像差一點 萬成是差很多 萬成打得好是很厲害的 就是這幾年 還有迪布尼 復出花會不會有不同呢 我覺得其實是有信心的 這個 是的 所以就 其實我覺得他會嘗試 拼一拼 杯賽 他這麼多年 你只是16強 那這個機會入到八強 隨時有得拼的時候 我想他隨時會拼到杯賽 都是要看抽籤的 這個也是遲些再說 是的 還有我覺得 未必是滑打的 未必是魄力堅尼 更多可能是球員 講到很多次的 那些球員真的會選球 萬成那些 但是你怎麼都要先留在前四個位置 這是有一點危險的 所以我不覺得最後會掉 以他的Squad的心度 你知道特成這個星期會對著 也不容易的 不過就不要緊 阿仙奴二次 也有機會失分 這樣就相當可以失分 是的 最好他就拼那邊和 最開心 那這邊都可以和的 我覺得 就算做阿仙奴 因為他今年好就好 他輸很少 就算說會失分 但是也是和 不會輸 這樣一分一分 輸了三場 兩場是阿仙奴 一場是利物浦 但是這場絕對是有失分的暗勇在 因為始終馬福特都 非常硬正的球隊 這隊真的完全是打硬正的 你無論前方是欣哈路 和丁尼兩個都是大大份份 那就是 丁尼大份D 那欣哈路就真的身體質素非常好 速度也有新位 那其實就真的打這一範 他進來球 最後還有那個萬聯 我始終覺得最後還是會在第四 第五第六那個位置 就算這陣子 第四又第五又第六 不是 那五至六 我總之會上得到第四 我覺得 真的 因為他 就算說這陣子好 但如果每一隊 前面那四代是正常法 我覺得論人腳 和整體配置都好過萬聯 還有萬聯問題 我剛才都說過 就是他對忠孝是有問題 是 很有大問題 就是 就算打波福特那一場 也是有點運 我覺得是 是很有運 那一場 但是這場對著西布朗 西布朗 畢竟上場才和緣 最近的狀態不錯 有三場 但沒有輸過 是 還有主場 他近五場 是沒有輸過 就是 也不是真的 還有諾頓 有貝亞軒盧 就是 其實 其實 原來也有回到 這場 尤其是上場 對著西布朗 是有點危 不是說 一定吃眼 絕對不是吃眼 我還想有沒有機會輸 現在 萬聯真的對著中校球隊 不是第一次說的 的確是 不太穩定 當然我不知道 伊雲斯會不會給他 不知道 這些 會的 怎麼會給他 伊雲斯很難說 伊雲斯是不是傷了 好像出不了 是嗎 好像是 不知道 你也知道 這些 也未必 伊雲斯應該不太喜歡 雲高爾 知道 他隨便擺出 八二分精神跟你打 還有廢查這些 廢查 不會的 你不要想到 這麼黑 新日難也贏了他 不是 那場我沙布朗 我記得 有出浩沙的 是 沒有出布朗 是 是 另外 其實都會想說說 其實 除了現在看到的 因為現在打了28周 有些球隊27 就是那四隊 其實 現在又是上第10 你問我最後就是第七至第六 你問我最後就是第七至第六 其實利物浦也正在上來 但是利物浦也不穩定 他不像車牛士 車牛士是贏贏贏贏贏贏贏的 而且 還有韋詩咸 出客 今年明顯是比主場更差 很多很多 車牛士是否還有一場對韋詩咸 看看韋詩咸會不會做強隊殺手 殺了這隊 那真的要再看看 那 因為車牛士 其實漁下樂隊在賽事裡面 會對利物浦 也會主場對韋詩咸 也會主場對曼城 也會主場對曼城 也會主場對熱刺 最後一場 甚至是會主場對李斯特勝 嘩 這樣也很關鍵 如果李斯特勝過 就沒拿過關鍵 是啊 做王者 他又有些做王者在那裡 因為他又要打熱刺 是啊 阿仙奴他兩場打了 都贏了 其實兩場都贏了 有些爭議在那裡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都過了半個小時 是嗎 是啊 再看一看 二甲有羅馬對Ferentina 這個禮拜 對 我們照樣說說 但大家都不會看的 應該 現在沒有人看 要笑就要笑 不是 好像說過早記 竟然這樣被反級3比0 真的很恐怖 但最後都贏了12馬 在這個二大利盃 這集就差不多完 差不多了 大家一定都會留意的了 頭場的 北倫敦打比 都是這個禮拜的苗頭之戰 還有另外一場 大家都應該會看的 可能就 這個多蒙特 對著 拜仁的德國國家 打比的賽事 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 今天是禮拜五 再和大家不去見面 大家再聽我們的聲音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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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